今天有準備什麼證據嗎 完全無罪 面對鏡頭大聲喊淵 他是立委廖國棟 涉嫌說會遭起訴 臺灣政壇時尚最大弊案 本週展開一審宣判前大辯論 簡短一句話 轉頭快步走進地院 同庭被傳喚的 還有廖國棟辦公室主任丁富華 被控擔任白手套的公關公司 總經理郭克明 及前泰流董事長李恒龍 請用李恒龍出庭前還脫口說 這案子背後有官商勾結 牽涉三任總統任期 大到總統下到基層官員 檢調查書廖國棟從2015年開始 陸續收受李恒龍匯款多達790萬 丁富華也收了180萬 但在庭上廖國棟否認有接觸李恒龍 還說以為只是民眾陳情案 李恒龍都是跟丁富華聯繫 自己未經手奸誠無罪 2020年檢調針對立委蘇正清 廖國棟陳昌明等12人 搜索調查 涉嫌受賄百萬到千萬不等 以貪污罪起訴 18號將傳喚陳昌明 23號徐永明 下個月2號蘇正清 及4號趙正宇 進行宣判前辯論 立委收賄弊案 震撼政壇 預計3月初 一審就會有結果 三連新聞將會享用中想 台北報導